清明时节,全军官兵以多种形式祭奠缅怀革命烈士,弘扬应烈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清明节来临之际,全军官兵以各种形式祭奠革命英烈,缅怀应烈壮举,从应烈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积极投身强军新军伟大实践。 在武警许昌之队,官兵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强军网等平台留下的留言,以达近千条。 我驻外使领馆及维和部队举行祭奏活动,清明祭哀思,鲜花送中魂,清明时节。 我驻外使领馆、维和部队、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举行祭奏活动,祭奠长眠于海外的中国英烈。 中国复苏丹达尔复尔维和直升机分队抢救有军病患。 中国第二批复苏丹达尔复尔维和直升机分队,五日协助抢救一名巴基斯坦维和分队患病士兵。 战事该维和直升机分队,自部署以来,第三次执行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利比亚东部武装职逼迪迪利波里战事升级惊动联合国。 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利法哈夫塔尔五日带领部队攻到首都迪利波里南郊。 据报道,哈夫塔尔领导的自称为利比亚国民军的东部武装四日发动攻势,企图拿下首都迪利波里。 后者由获联合国支持的联合政府和一批民兵驻守。 韩国国会通过表决韩美军费分担新协定生效。 韩国国会五日表决通过第十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担协定。 韩国与美国随后互相通知协定生效,所需国内程序已完毕。 协定当天生效。 野门政府军打死八十名胡塞武装人员。 野门政府军六日说。 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政府军在南部达利亚省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打死至少八十名胡塞武装人员。 伊朗一艘在舰潜艇,发生爆炸,至三人死亡。 据伊朗弹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六日消息。 伊朗一艘在舰潜艇,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 新华社青岛,12月25日电,记者四万名,在孙春林烈士战斗过的山东来西、平渡等地。 他光荣英勇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至今仍被广为传送。 孙春林 1906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海洋县西小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5年入莱阳中学读书。 1928年考入烟台刘真年部队创办的军官学校郑讯队。 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年奉党组织派遣,任海洋县司马区保卫团大队长。 1931年,任来洋县报村民团军事教官。 1933年秋,任来洋县四区区被教练。 不久,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追捕。 被迫到宇顺、沈阳、回春、北京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冬,孙春林考入阎西山在太原创办的军官学校,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日军侵华行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郭县国民党军官教导团第八团任政训员。 1937年去延安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1938年,孙春林回到郊东半岛。 任中共南海特委独立团团长。 1940年任八路军五支队警卫营一营营长。 率领部队先后攻克秋宝、北四口等日为据点。 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0年冬。 任北海军分区指挥部指挥。 在主力部队调赴东海区的情况下。 着手建立和发展武装队伍。 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 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在一个月里。 组建了独立团。 整顿了北海专区五个县大队。 1941年下。 孙春林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 当时南海地区日委势力比较强大。 对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艰难局势。 孙春林同广大指导员同甘共苦。 发动群众。 扩建武装。 带领部队拔据点、扫完嘴。 取得很大成效。 1941年8月。 孙春林带领部队转移到来西县真字沟村时。 因为叛徒告密。 被日伪军包围。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 孙春林镇定指挥。 在转移阵地时,不幸中待。 英勇牺牲。 十年三十五岁。 孙春林牺牲后。 当地群众把他安葬在维石山向阳坡上。 1955年。 来西革命烈士陵园建成。 烈士一股千葬到烈士陵园。 1987年。 来西市人民政府,修建了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2014年8月29日。 孙春林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青岛来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程显玉说。 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 继承和弘扬先烈们无私无味和勇于奉献的伟大精神。 是对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孙春林之子孙永智。 多次撰文怀念自己的父亲。 父亲虽然走了。 但他忠于革命事业,现身革命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他说,资料图片,北约三叉几节点军演开幕时,各参演国家其对入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外媒称,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叶夫跟尼布仁斯基认为, 毫无畏惧的一代政客,在美国掌权。 这增加了北约与莫斯科,未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4日报道称,4日正值北约庆祝其成立70周年。 布仁斯基在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的圆桌会议上,回答俄罗斯与北约未来是否可能爆发冲突的问题时表示,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布仁斯基称,这么说是因为在美国,如果看一下其言论、文件,毫无畏惧的一代已掌权。 他认为,美国当前这一代政客没有任何畏惧。 现在无人在谈起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肯尼迪和麦克纳玛拉,1961-1968年任美国国防部长,时代就存在的不可接受的损失观念。 布仁斯基指出,这些政客没有恐惧感。 其文件清楚表明,即便可能动用核武器,他们也做好了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他表示,在美国在欧洲进行军事准备的背景下,美国不停地反俄叫嚣,最终可能导致不太好的结果。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19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成立续宪法委员会的倡议有了不错的前景。 但同时,俄罗斯想知道,美所谓撤军后,在叙利亚的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 扎哈罗瓦称,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会后通过了声明, 并转交了可能进入续宪法委员会人员的名单。 他强调,在白宫声明的背景下,联合国如今应该实施的这一倡议,也有了不错的前景。 但同时,他也对美国所指的新阶段提出了质疑。 他表示,美国说,他们进入了某个新阶段,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新阶段是什么,没有具体详情,但似乎是撤军。 扎哈罗瓦说,我们当然想知道,叙利亚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 以及如何避免像在阿富汗那样的情况。 你们比我更清楚,他们时而把军队全部撤出,时而又重新回来。 多年以来都是这样。 他还指出,美国撤军,无论如何都是在重新遵守国际法准则。 因为,我要提醒,尽管他们高调宣称打击伊斯兰国,但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是非法的。